好 来 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大众方长 我们今天继续谈 永迦大师 郑道歌 永迦郑道歌 是永迦大师留在 这个世间的 一个非常 流行的 一首郑道之诗 以诗歌的方式传唱 让大众可以 郎郎上口 而且又明白 禅宗的法药 这里面 其实 主要每一句 它都直指人心 所以非常适合 禅宗的学人 把它背诵下来 来寄诵 我们上一次讲过 这个禅宗法脉 是从释迦摩尼佛在 临山会上 碾花 瑕瑟 微笑 佛陀就传法 那五祖传给六祖的时候呢 讲 自古佛佛 伟传本体 施施 密布本心 就是 其实 学习的方式很多 但是 禅宗 直指人心 禅者 佛之心 最主要就是 每一个人 都能够 回归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明白自己的心 那 不拘形式 不拘文字 也不拘于任何的身份 没有门槛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佛作主 都可以开悟 那这个就是 非常重要的 传法的重点 因此我们要知道 佛陀 祂是一个平等 所传的法 平等法 就是 人人皆可 成佛 那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是 禅宗的 学人 那 在这里面 勇家大师 曾经在 正道歌里面 有谈到 最重要的 这个传承 从 七天 佛陀的 那个时候 一脉相传 出祖 传给 二祖 阿难 阿难传到 二十八传 至 达摩祖师 这个所有的传承的过程 就讲 第一加塞 走传灯 二十八代 七天 就这一句就讲了 在 印度的传承 传了二十八代 二十八代呢 传到哪里呢 把东流 入祠土 菩提达摩为出祖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 达摩祖师啊 他来到中国 传访 一花开五叶 传到哪里呢 传到第六代的时候 五祖传给六祖 交代了 从此 一旨不传 就是因为 一变成争端 本来 佛陀来到这个 世界 他没有任何的 表法 他就是 从过去 到现在就是 以法传法 以心传心 但是呢 菩提达摩来到了中国的时候 那一般人就想 你凭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的 有凭有据吗 你说你是佛陀的传承 有没有 这一回事 所以呢 就把这个一 拿出来 表达 这是佛陀传下来的 法一 代表法 那但是呢 到了第六祖 的时候 五祖就看到 大家的重点 就跑偏了 变成 他在争那个位置 就是我是祖师 我要被授祭 那谁 可以当祖师呢 就是得到一的 这一个人 因此呢 六祖 他得到一之后啊 四处逃亡 就是引顿在猎人队中 常常又被追到 大家都为了那件一 就说六祖 已经把这个五祖 给骗得团团转 把一给带走了 所以到最后呢 变成大家在 这个地方争一啊 那五祖呢 也看到了这个未来 这个重点是学法 而不是学那个位置 而不是得到 什么印证 所以 就开始呢 从六祖之后 就不再传一 只传法 那如果只传法的时候呢 就怎样 后人得到无穷属 就是已经 无穷了 何穷属 就是不需要再 再去认证说 你是不是我 这一派的学人 也因此呢 就有了上一次 我们谈到的 那个勇家大师 就是他透过 这个一肃觉的因缘 就印证了 应可他自己的修持 是没有差别的 那他需不需要这个印证呢 其实不需要啦 因为他自己很明白 他自己是谁 只是既然有这个因缘呢 那他也不妨碍 就去见六祖 那六祖也知道 他这个人啊 就是如是如是 讲两句话 就如是如是的啦 那既然呢 彼此之间都有默契 明白佛佛为传本 实施密副本心了 那就不需要再 多说什么 就各自有因缘 各自努力 因此呢 就留下了一段非常 的彼此之间的一份缘分 那写的这个勇家正道歌呢 也把这一段也记载在里面 就讲到这个 阿迈的传承 因此我们知道呢 整个修行的过程 只要你明白这念心 明白你自己的心性状态 至于人我是非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啦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因为跟这个人呢 不投缘 或者是投缘 或者是遇到顺境或逆境 常常就会造成很多 修行上的障碍 那跑道场跑来跑去 看这个也不对 看那个也不对 每一个师父啊 都好像有缺点 虽然好像也还不错 所以其实因为人无完人 如果你要从自己的标准去 去这个要求 所有的人都要符合 你心中主持的想象 那其实根本就找不到 一个善知识了 因此我们在这个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时候呢 文书菩萨就跟善才童子说 你如果要找善知识 其实不是你的标准 来符合那个善知识的一个状态 而是呢 你用一颗学习的心 每一个因缘都是你的善知识 那如果你能够了解学习的主体 修行的主体是自己的话呢 基本上呢 在这个生命的过程 随时都是一个开悟的伟大时刻 那你不明白了之后 就会开始去寻找 寻师仿道 寻师仿道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大师就讲啊 无罪福无损益 一灭信中莫问密 很多人学佛 就是为了要得到福报 或者是要消灾 要灭罪 那当然呢 消灾灭罪是很重要的 因为什么是罪 罪从心起将心叹 所有的罪业 修 做了之后 你没有消的时候呢 对于你的解脱跟自在 是有障碍的 有些人说 我不信这一套 你不信也是 他还是在 就是这个因果这件事情呢 是你你的执着的心 所产生的一个因缘果报的现象 所以如果你没有从 你的心的源头 造罪的那一个源头 去解套的话 永远都是 有做不完 怎么样做不完 就是那种负罪感 或者是让人 产生烦恼心的那个源头 因此呢 在这边讲 如果我们正得 极灭之性 能够明白自己的心啊 真正达到 这个极灭是什么 极就是极然不动 如如不动 我们不管遇到谁 我都可以心很平静 这叫极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会不平静 因为有的人就是很头痛啊 你碰到他 你光是听到他的名号 你就开始起烦恼心了 或者是呢 有的人呢 你想到牵肠挂肚的 那这个师傅啊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放不下 这些家人啊 朋友 没有太多的牵挂 那我们假名为责任 事实上呢 你的 这个两眼一闭 两腿一瞪 你再怎么牵挂 你还是 生离死别 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学佛不管你是谁 每个人都有牵挂 心有千千结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要怎么解决他 学佛不是叫你 都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哦 有一个人呢 皈依之后呢 他开始 这个男朋友跟他分手啦 那个老板 每天找他来骂啦 所以他就心里面起烦恼 他说 没皈依还没事 皈依完啊 灾祸连连 是不是因为 学佛了之后呢 菩萨 向灾给我 那是什么 你不管有没有碰到 我们为什么 表示什么 我们期待 我皈依完之后呢 佛陀要帮我遮风避雨啊 那甚至于很多人学佛 就是学佛三年 就向佛要钱 对不对 怎么样向佛要钱 师父也常常会这样 我这么用功 为什么大家都不护持我呢 就是 就会有这种问题啊 我这么认真 为什么还会有人找我麻烦 扯我后腿呢 那你心里面慢慢去 愤愤不平啊 你有付出多少 佛陀 连 命都不要 我们有命都不要吗 没有啊 我们念了两句佛 就要跟佛邀功劳了 你看我们常常就说 看我们现在呢 推动百万 华言现在又要推百万金刚 又要推百万的楞严金 有时候呢 自己想一想觉得 哎呀 实在是好伟大 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 像我们这么伟大 这么发行 那你这没有一个影 你都 你就已经开始觉得 自己了不起 当然呢 你就是遇到了不顺 就很容易就忘记自己 所以不停静这件事情 就是你根本不明白 你这些都是本分 你的心不过就是 借由某一些因缘来锻炼 你心能不能够急呀 这个风吹不入 雨打不惊 那这个就是一个急的境界 灭是什么 不管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解决它 这叫做灭 这个有佛法就有办法 而且这个办法是有效办法 因为有很多人呢 学佛了之后呢 他强迫大家学佛 结果效果很差 到最后呢 为了学佛吵架 就没有两个 两个都没在学佛 这学错了嘛 这学我 因为你要听我的 那为什么所有的人 要听你的呢 你也没有解脱 所以佛陀 他不会叫大家 要顺我者 常逆我者往 但是我们很多人 用我直来学习 佛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 所学到的那一套 来规范 载至他人 所以其实整个修行的目标呢 当然是要极灭 但是极灭从哪里找呢 其实本来具足的心 就是极灭啦 所以当我们明白 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以前都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业障 所以勇家大师讲 比来沉浸未沉默 比来就是过去 从过去以来 五十节以来 我们都不知道啊 要返求诸己 所以有这些城牢 然后保尽蒙城 我们的心其实很清楚的 很自在的 但是我们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 让自己保尽蒙城 就看不到 看不清楚这个世界 所以就瞎光 就像盲人一样 那今天呢 勇家大师很慈悲 他说 讲清楚 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 否则呢 广废啊 来学佛了 而且又接触到 禅宗 这个禅宗法脉里面的修行 其实都是直指人心 你不管你是谁 只要明白这件事情 要很好修行 而且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 非常好用 他讲什么 他说 这个 谁无念 谁无声 若时无声 无声 换取机关 牧人问 求佛 施工 早晚 疼 这一句是什么 他在反问 他说 其实啊 我们要学什么 常常在修行 就是要学一个无念 来打残疾呢 最难的就是无念 因为呢 想要无念的时候啊 就发现自己的念头 停不下来 那平常呢 叫你好好想 也想不清楚 每次都请大家讲 你的学佛心得 或者是呢 像现在我们要写 那个介绍保佑 然后每个人都绞尽脑汁 挤来挤去 怎么挤出来的 那个汁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平常我们装什么 如果我们读了为事 你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记得的都是恩怨情仇 然后呢 有时候啊 别人对你的伤害 这些不好的事情 就记得特别老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重复 因为他骂我一句 后来心里面呢 就一直反复的复习 复习千百次 就把他背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恨他 要记得他如何的可恶 所以你就可以记住 你就不会忘记你的仇恨 想一次 你就又受伤一次 想一次就受伤一次 所以就很痛苦 可是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呢 其实很难保持五念 叫我如何不想呢 我很爱的人 就是因为想来的嘛 想久了就越想 独悟私情 独井伤情 每天呢 每天呢 就三餐 我们有一些居士啊 也是这样 这个人呢 每天都在一起 都没感觉 突然有一天 往生了 看到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一张桌子 那听到那一首歌 我们曾经一起听过 或者是呢 在这个时间 你总是会打个电话给我 弄个热毛巾 来帮我擦擦脸 哇 如今都已经没有了 每天就在哭啊 有办法执念嘛 很难啊 因为这个情这件事情是 日久 久了嘛 那我们这一生会 久别重逢 然后看到一些人呢 就心里面就很自然有好感 也是因为有缘分 那个缘分也是牵扯到 很 思思念念 朝思暮想 那长期间的打望想 你今天要 叫他一下子无情 要断了这个斩情思 其实很困难 所以天长挂度是人之情情 但是也是痛苦的来源 那我们要把它 做一个转化 那你必须要怎样 要很清楚知道 这个情感的升华 要怎么做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 算了算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情 给放了 放舍 以为忘记就可以解决一切 其实也没有忘记 因此呢 修行啊 常常在念头上 就会有很多的境界 就是你的境界 很难保持无念 你越不要想它 你就越容易远念 那导致呢 这个念头就是潜流 潜流不停 念念潜流 那 所以为什么修行 谈宗的法门 就是直接直指人心 有两个方式来解决 第一个就是指望 指望呢 如果我们要修观行 不停心观 你要停止你的称心 用慈悲来取代 你要停止你的妄想 用鼠息来取代 用取代法 这个叫指 那观呢 观就要破 破我 我只是根源 那你要修观身 不敬观身 是苦观身 无我 观身 是空 苦空无常无我 那真的到最后呢 弃悟的空性 你就可以破 破原来 以为的有 所以其实 无念这件事情呢 你要从 指观来对质 就可以解决 可是 其实你还是建立了 另外一个 这个修行的一个法 的系统 法的一个修行 那最后呢 可能还是 法直 就是会产生的 对法的一个直取 那我们上次讲过 这是 这是第一 第一种修行的方法 用对质法 用指观法 那 有能有所 能修的心 对所 所面对的静 那这样子的修 但是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 讲的这个指质 就是直接 提取 提取无生 直接一个字 叫做谁 没有能念的 这个人 何来 只念呢 没有生 何来有死呢 所以呢 直接提取的时候 叫做 若实无生 这个不需要去 找人的啦 也不需要去 寻找一个环境 你什么环境都可以 所以他讲 换取机关木人 问 什么意思 其实在讲我们这个人 他就像一个 像现在有这个机器人 那过去不叫机器人 过去叫做机关木人 其实人就是 是甲合的嘛 组合起来的 零件组合起来的啊 啊 是 色受想行事 这五种元素 合起来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心的时候呢 诶 那 我是神 所以 我们在讲 这五云甲合之身 什么时候有的呢 就是我们这一生啊 佛陀 给我们 什么 没有佛陀没有给我们 父母给我们什么 有父母亲给我们 父亲母血 所以呢 这个清卵和合 就形成了一个生命体 那这个生命体呢 在 在这一生里面 形成了一个长相 我们 就是 每个人都有生日嘛 生日之前 已经孕育的 某一种生命啊 的怀胎十月 在这个十个月里面呢 你长成 一个样子 那你会长什么样子 你来这一生 的时候呢 你其实不知道 你会长什么样子 父母亲把你生下来 在你生日的那一天 见到你的面之前 他其实还是不知道 你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可以用超音波 大概 操一下 大概 模拟一下 大概形状长什么样 但是很难知道什么样子 只能想象 可能 爸爸的鼻子 臭上妈妈的眼睛 然后再臭上皮肤 然后这 有的还会隔代遗传 怎么长出来 不像爸爸 也不像妈妈 对不对 那 那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孩子是谁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从来不知道 自己长什么样子 就是生下来之后才开始 原来这孩子是这样 那皮是这样子 皮肤是这样子 眼睛是这样 从 一岁 这个 一岁长长长长 长到八十岁 其实 每一个样子都不太一样 每年每年 你自己去看 只是很像而已 不是同一个人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就是假的东西 所以它随时都在重新排列主体 为什么像游新生 就是你如果 四十岁之前呢 你是可能天生有一个样子跟气质 但是你这一生你会累积你自己的修行 跟你自己的生活的所有点点滴滴跟你的情绪 所以慢慢慢慢久了 你就会看到一个人 有一个气质 有一个样子 四十岁以后呢 你开始看到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样子 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这一生造成的 所以其实我们说 这个是不是机关木人呢 是 就是我们只是没有把自己当机器人 我们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很了不起活生生的 是真的人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人 我们还是假的人 假的人 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假的人 就会认为这个 真的人不会死 所以想办法求长生 想办法求健康 美丽 想办法去打很多的 真 对不对 然后想办法再发展 然后就觉得人很可怜 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永恒的 所以现在呢 开始发展新的科技 看有没有这个虚拟的 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元宇宙 就是要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 平行的时空 然后让大家怎样 然后可以在这里面呢 可以扮演 而且呢 好像跟真的一样 其实现实社会已经是假的了 你还要再创造一个假 虚妄上再加虚妄 然后在假的里面你可以扮演 世界主 这样 那其实到最后呢 可能变成游戏 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把它当真 它就变成真的 所以为什么菩萨呢 他看到这个世间的人呢 大概就是游戏人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创造一个规则 然后大家一起 在这个人类社会的规则当中 只要我们都认同这个价值观 都追求这样子的规则 那就会形成 你一生的 所有的忙碌啦 但是事实上呢 如果你真的能够了解 这个是一个有时空限制的 有时代性的产物 你自己就是那个机关木人 求佛施工早晚成 什么意思 就是你所有的用功 你很快就会成功成就 因为你知道这些是假的 你去问自己 问这个机关木人 你说你是谁 谁是你 所有的本来面目啊 在这一生之前 他本来就在 本来面目是如此 但是来了之后呢 你因为有了这一生的样子 你有你的情感 你有你的个性 所以我们会执着自己的样子 执着自己的我跟 我所有 那你再怎么去追求 再怎么去增长 也就是这个人生不过百年啊 这百年之中呢 我们旺季 其实是机关木人 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 在追逐这些加油 因此禅宗呢 他其实不去问你的 人生的过去往昔所造 足而也 他直接就问 你是谁 就是直接指使人心的去 遇到任何事情 你随时每天就是问你 你自己是谁 你的修行呢 其实很快就会 就叫做早晚成 就是很快就会成就 所以为什么他叫做顿悟 禅宗的修行 他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程度 你只要开始问问题 开始问什么 问谁 你很快就会开始 活不下去了 就是 你没有办法再理所当然的 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啊 我就过了一辈子 你的所有的计划 一切之间在这一个字 就会瓦解 就是那个谁啦 所以 为什么禅宗的 参话头很厉害 就是 他是一个 很猛的法门 他几乎颠覆 你的所有的 期待跟想象 你甚至于 连上帝 你都可以问谁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就很好笑 就是 我们常常不知道 这个方法最快 那 因为很难 我们要去 颠覆你自己 要把你自己 所有的丰功为业 在禅宗里面 你没有办法炫耀你自己的 因为不管怎么炫耀 禅宗祖师呢 都把你喝佛了 就是 连佛他都敢喝 是不是 你佛有什么了不起 是啊 连佛自己都不觉得 自己了不起 那你这个 不是佛的 这一个 这么糟的一个状态 你还觉得了不起 人真的好容易得意 就是一点点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明明长得那么丑 为什么他会觉得他自己很帅呢 就是这样 那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世间的人的悲哀 就是 你在你自己的小小的世界 小小的空间里面 想办法要争得一席之地 而造成所有的痛苦的来源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件事情 直接从本体 极灭性中 是不是 极灭性中 你直接从自己的心的本体 来 移取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什么 你看他又在提极灭了 前面讲极灭 你看 极灭性中 莫问命 现在呢 要讲什么 极灭性中 水影朵 我们过去呢 在追逐 以为有一个涅槃可求 有一个生死可断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件事情 谁 这件事情 没有无生 也没有不生 那 你真的在极灭性中呢 你就自在了 你的本性本性呢 水影朵 就是你这个 这热水三千 你想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这极灭性 极灭性海 就是毗卢性海 有没有 所以供入毗卢性海 我们的这个本性本性 就像大海一样 你要喝哪一口 就是随时 都是 随年一法 即是佛法 因此呢 在这里讲到什么 就是 无常这件事情 是一般人 对于有的恐惧 就是 哎呀 我们最怕的就是无常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只要遇到老 遇到死 就会开始害怕 因为你要失去的无常 那生离死别的烦恼 就是无常 那无常 到底跟世间的 所谓的现象呢 是两个吗 其实 书行就是无常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舍掉这些 有 而得到一个 圣物一个无常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声闻 小圣的偏执嘛 他以为他可以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灭为乐 他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极灭 但是这边呢 在讲 讲的是 主失禅 本身 他直接 没有 无常与常 常及无常 无常 所以 六祖大师呢 在遇到这个无尽障 比丘尼 无尽你在问他 问他这个涅槃经里面的 常跟无常义的时候 六祖就讲说 如果是常的话呢 那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佛了啦 就是因为无常 所以凡夫可以变成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 无常的话呢 那我们正道的常又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呢 常及无常 本身 是不二法 可是我们却 把它分成两种 就跟世间法 不是世间法 男 女 老 幼 好 坏 对 错 这些都是相对 所以在这一段呢 直接讲 极灭信中 谁引夺 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极这个字 因为 你如果能够明白 所有的万法的 本体的时候 当下 即是 所以我们常常讲 十四古今 始终不离于当念 你不管你现在 学佛 学多久 都是当下 我们 学到了 即使你开悟了 你后面 开悟之后怎样 就是穿衣吃饭 上厕所 你每天还是过生活 可是你跟 还没有 开悟之前的 心是什么状态 就是你随时都在当下 因为你知道 没有什么好 期待跟追求的 凡人会有 什么 患得患失 就是 还没有来的 你就在这边 期待嘛 在那边想象 然后呢 要不然就在担心 怎么办 这个疫情怎么样 世界末日会怎么样 你不用想 他就是有 那你说 我这个 等到我功成名就 你看我们现在保研 盖好了之后 我就要怎样怎样 你也是在打望讲 所以随时要怎样 你要回到你的当下 不管你是 张豆腐 李豆腐 枕上师来 天条路 明日依旧什么 那就打豆腐 对不对 那你说说 现在大家在讨论 我要到太空 那你到太空 到太空 你还是当下 你在当下的那一瞬间 你没有办法去 做其他的想象 其他都是妄想 除了当下之外 其他都是妄想 那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的妄想 就是造成我们轮回的源头嘛 所以为什么说禅宗的修行 就是 讲究当下的念 因为一念 你能够站得住 接下来呢 就是万年 万年哦 一念万年 你这一念的修行 你就一直保持 保持万年 那当你保持万年的时候 你能够保持万年都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哪有久跟长 哪有长跟短 所以三大阿僧奇节 很长吗 其实不长 就是现在当下 你要成佛 你要怎么样成 就是当下 没有其他的未来 因为未来没有未来 未来就是永远不会来 那个叫做未来 还没有来的事情 你想也没有用 因为他还没有来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什么 那过去呢 过去你再怎么回想 你也不会是过去 因为过去的你的那一个当下 跟现在你的当当下的感受是不一样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 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只要就不过去 你知道吗 不过去会很痛苦啊 不过去的痛苦是什么 过去如果是美好的 我们永远就想 以前的日子比较好 有没有 老人家就会这样 哎呀我们以前怎样 那个是什么时候 吃番薯的那个食材 已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 可是过去的习气会的延续 所以我们过去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 这一根针都舍不得 随便的浪费丢弃 那其实断了 你还想可以把它接起来 有没有 这是美德 可是呢 你这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永远都是用过去 在批判现在 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老人 老年人 我们自己也开始饶人 啊现在年轻人都怎样怎样 我们永远都会听到这种事情 现在年轻人都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其实没有活在当下 就过去的状况有比较好吗 其实也没有比较好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 的包袱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痛苦 没有人 啊 只要 你没有解决你心性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解脱 没有比较好的一代 也没有比较好的时代 都是当下 你要回到你的当下 你才可以 彻底的解决 你对于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过去与未来的不虚妄 啊不不真实的虚妄心啊就是你的妄想在怎么打你你不会再重来了嘛 然后你的未来呢也不是靠你打妄想而成就的而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要回到脚踏实地你当下能做什么我们就做我们现在能做的事 而不是去期待一个 你期待不到的可能你都还没想到你就再见了啊你要解决你要死去哪里的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想那么多都是妄想 而且还要花很多时间 叫大家都要听你讲 讲那么多 这个就是禅宗为什么都不要啰嗦 因为你讲那么多你还是得要吃那一碗饭 所以为什么照着老人就是吃茶去 你不用再跟我说你以前学多少了啦 你学多少我也不会比较尊重你 我也不会比较看不起你 老实讲你没学我也不会看不起你 那如果你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你自己用所谓的社会的规则 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人肯定啊 因为为什么人 人要肯定你呢 你了解吗 你自己都不肯定你自己的时候 你不管拥有什么 没有人一定要 必须要百分之百的肯定你吧 那你了解吗 所以人的痛苦是 当我的心不能安住在现在你的当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产生烦恼 所以所有的烦恼怎么来的 就是你不能够安住在这个吉这个字 所以一念不觉就怎样 无名夜相 无名夜相是什么 夜就是动 一动就有能有所 能见对所见 能见对所见之后呢开始 怎样境界为源长六出 境界呢遇到了不管什么境 他就是你攀缘的对象你的攀缘心一出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 爱跟不爱 就是分别嘛 指向就分别 这个人来了啊 我好喜欢他哦 我要去跟他说说话 那个人 看起来好像不太对耶 他到底 好还是不好 我们的志向随时都在 让我们陷入后面的痛 是不是就是一直不断 一直不断的怎样长六出 就是让你越来越出越来越烦恼 越来越烦恼 那如果我们随时都能够绝 你随时都把这个 啊 轮回 的 这一个 惯性啦 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 轮回是习惯 起烦恼是习惯 生气是习惯 贪心是习惯 你所有的打妄想也是习惯 你要解决的是这个习惯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只能 从你当下能把握你就当下 你不要说 师父你可不可以 在那个举办残期让我来解决 我的妄想 我们总是在期待 师父创造一个环境然后让大家来 解决 或者是你期待你自己 等到我忙完这一切我就要去闭关 你都不用想这个事 你不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 所有的闭关就是当下而已 等到我们忙完这一切我们该 要走了啦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就要往生的 你大概没有力气去当下了 是不是闲下来你不会当下 你闲下来还是会想 我可以怎么忙 我还可以做什么 你看 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厉害 我建了这么大的道场 你看我做这么 我这么会讲法 你叫我现在闲着不是很可惜吗 是不是 但是到最后还想 我是不是应该来写个总统 之类的 你看像我这么厉害我应该当法王 你 之所以人就是这样永远停不下来 因为你没有准备要停下来 你没有懂得当下就是你停下来的开始 好 你看观世音菩萨可以忙啊 可以千百亿化身啊 有没有 但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可以忙得那么的自在呢 因为他叫观 观自在吗 是因为他的名字吗 不是哦 是因为是怎样 他真的就是极灭了吗 极灭现前 这个极灭是怎么来的 极灭是 无数无数无数的入流入流入流 就是随时随时都在当下 他就是 就能怎样 就真的在极灭的 境当中怎样 什么叫随隐浊 随隐浊的意思就是 随年一法 即是神同妙用 即是佛法 所以 无常 这一切的空法当中呢 即是如来大元诀 就是从空要出妙有 你必须要 活在当下 大家的修行很简单 其实 我们就叫做什么 就是 直接了当 这个直接了当这件事情 在 勇家大师呢 他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 每一句他就一直不断的直指人心 他就决定说表真圣 他说我现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 直接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修行 可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 就这么简单吗 那这样还要说什么 就不用说了可以下课了 是不是 那我要读三章十二部经 读那么多 现在师傅还要叫我念一百遍 这样是不是就不用 就当下就好 简单就好了 那么麻烦 问题是 你站不久 我们的理不够强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肯定 就这样 很需要 你去维持看看 因为 直接根源佛所应 灾业寻知 我不能 因为除了学法的时间之外 你去观察你自己的心 都在 散乱颠倒 昏沉 无名 或者是 无聊 啊 就 四个毛病 有没有 残期的 之后你没有办法入定 就四个毛病 你只要没有这四个毛病你可以说我不用读经了 你也可以说我不用学佛了 我就是佛 啊 这个毛病什么 就是 妄想嘛 对不对 妄想 还在答 你就要好好念佛 就是念佛就是要指望的嘛 指望的一个方便 好 你只要 念佛念法念身 你只要 想 只要你的意念是随你做主的你就 可以 不要打妄想 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读经有什么 障碍呢 就没有什么障碍啊 读经的障碍是因为你 不习惯读经才会 啊 读不下去 有没有 读不下去就是昏沉嘛 要不然就是妄想 有没有 师傅我读金刚经怎么一边读呢 一边还可以打妄想 装鬼 不是 打完了妄想嘴巴念完了 还蛮厉害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什么你的 你连读经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不打妄想你就知道 不读经的时候更可怕 那打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念头就像 瀑布一样哦 瀑布一样的一种念头这样子瀑流的时候 打坐是让你发现你在打妄想 这些法门呢是要指望的所以他会先让你看到你自己 的状态怎么这么的严重这个妄想 停不下来你一定 要再多多读经 多打坐 多拜 因为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 其他的方法 你去看电视啊 你去玩游戏啊 你去做事业啊 你去做什么其他的 SPA啦 灵性疗愈啦你不管用什么方式 你都是在增加妄想不是在 打妄想 不是在解决妄想 没有没有解决没有转化 佛法他用的法门是 有效办法哦 除了佛法之外的法门 都是 越来越严重 看起来好像放松了其实更严重 所以 只是我们 没有试过的人都不知道还在试 要什么时候 要有 要有效果 你才会知道吗 才会知道有没有效嘛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佛陀他是 全部都试过的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要走这条路哦 因为佛陀他其实 已经成功了所以他把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还要 我觉得别的好像也 不错这样 对那就是因为 你没有智慧 去 用 仙人 的 功德很大 你的冤亲债主 你都可以解 怎么有这么厉害的那种意念可以穿越千古 对 你讲穿越千古的久别重逢那个你 这是要害怕 久别重逢的都很多冤亲债主 你还在那边 好浪漫哦 你就去慢慢浪漫好了 这句话是毛骨悚然的因为 聂小倩也是这样来的 你怎么会去碰到他 他们那个鬼是最厉害的 对不对 他都知道你在哪里追到你 是不是 我们只是因为 看电视 看电影 被营造的这么的美 你试试看 你如果遇到活的就是生命中的摩登天 遇到死的就是生命中的聂小倩 你觉得这两个 哪一个 哪一个好 很可怕没有遇到佛陀 所有的人都是 继续在 牵扯不清 妄想打不完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你没有打妄想的时间在干嘛 发呆无聊就是无际无聊 昏沉三种 就是 睡觉 睡死的如果还有妄想就是做梦 各式各样的梦 好梦坏梦都是妄想 不要说哎呦我都梦到佛菩萨 请问你梦到佛菩萨吗 确定吗 没有 那你如果梦到佛菩萨你应该知道他在里面讲 如是我闻你有没有背出他讲哪一部集 没有 只有在定中见到的佛菩萨才会清楚的 让你知道他讲什么 如果你醒过来发现 我梦到了某某人 梦到 还有很多人说梦到佛菩萨 我说哦好 那 师父你在梦中跟我讲了什么 我说 那那我跟你讲什么 他说 就是因为我忘记了所以 我来问你啊你跟我讲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跟你讲什么 真的是好可怕 还要 你确定是我 跑去讲吗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我为什么要跑去跟你讲这些 你都记不起来了 我讲了这么多 醒着都记不起来 你还要在梦中还要去意念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人真的是已经都不知道要 想什么了 总是要搞怪一下 觉得自己很特别 是不是我是被受计的那一个 如果你是被受计的那一个 你就会像 勇家大师 一样这么清楚 你都就是都在梦想颠倒 就不要再 说你的梦 梦到什么 丢脸 真的还蛮丢 就是很不懂佛法的人才会一直 在梦里面 哇 得意洋洋说我做了什么梦 所以呢 决定说这件事情的就是很 简单 直接 直接什么 我们的妄想 无聊 无忌 昏沉 这四个毛病 全部解决了 你就是佛 你可不可以 当下准备 把自己做成这个状态 调成这个状态 啊 那你如果能够 没有办法很久你能够 一分钟好不好 一分钟也总是 勉勉强强可以维持 下嘛 所以以前呢 我们在打禅气的时候呢 最难修的就是那个中道实相观 但是大家都觉得那个最好修 因为 就是无念 无念 无助 无相 然后呢不打妄想 不生分别 不落昏沉 啊 听起来很简单 好难好难喔 因为 中道实相的这个境界是本来如 如是 不假修持 你不用修 你不用修 你只要不做 这一些跟凡夫的染污心 相应的事情 这华严经也很简单 就是不起 凡夫染污心 即是无上菩提道 这么简单 禅宋的修持 是真的很简单 你不需要做很多的夹行 你就是保持 当下 没有这些杂念 可是 不是表示 他是 没有作为的喔 无忌 跟 无念 是不一样的喔 无忌是一种枯木的状态 空洞的状态 你我什么都不想 可是你 什么都想不起来 什么都不想跟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一样喔 你了解吗 我都记不起来 那个是失忆 那个应该去看医生的 阿兹海默镇的前兆 你都 你都记得 可是你不会被他干扰 是不一样的喔 清楚的无念 无念是清楚的 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没有昏沉 没有无忌 没有无聊 当下 清清楚楚 这叫直接根源 直觉根源这件事情 你可以很忙喔 千百亿化身喔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你都还是能说话 而且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你非常的知道 拿捏应对进退 用的很自在 很恰到好处 这个很难很难喔 但是呢 你在用的时候你不是 因为你自己的个人的 喜好啊 我们常常就是 这个人我很喜欢 他很喜欢 所以我愿意多跟他说话 多了五个小时 我也不会厌倦 有没有 丙楚夜谭啊 很多人是这样啊 遇到知心好友 很投缘 哇 讲到 哇 天翻地覆 讲不停 觉得很有话聊 你也不是亲近的 但是这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 看了他就很讨厌 最好不要跟我 不要排 同一组 连同一个屋檐下 连呼吸他吐出来的空气 我都觉得 很痛苦 那你还是不行 你了解吗就是 当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没有办法安住的时候 你不管在哪里 你都没办法休息 所以 光是要保持 一分钟 无念无助 无为 你都不容易 不容易 可是 如果 哪怕你有那么一瞬间 你已经 明白了 这个怎么用 好 接下来 就是 保认 有没有 观世音菩萨讲 如是见真 如是见真 所有的修行就是保认 保持 保持什么 保持你的那个自在 保持你的那个清静 保持 保持你的正念 无念无助无为 好 动也如是 静也如是 这个修行方法最直接 所以他讲直接跟原佛所一 灾业寻知 我不能 好 就是 其他东西呢 你很难 很难说 在所有的三藏十二部经里面 找到一个 这么简单直接了当的方法 所以他讲 这个直接了当的方法是因为我们直接悟到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 这叫模拟珠 模拟珠有什么特质呢 就是 有 你看 他会随方映现 他圆形的 然后呢 他是透明的 所以呢 不管谁来他就映成什么样子 叫做六般神用 空不空 一颗 圆光 色非色 他有色吗 他没有色 他是透明的他是无色 可是无色里面其实是 拥有 所有的色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空气 空气是无色 无色是没有吗 是没有色吗不是 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啊 透明的光是 所有的光的总和体 这表示我们现在的没有色的光 是包括所有的色 你怎么会 发现这件事呢 就是 当我们 看到天空有彩虹 彩虹为什么会有彩虹 红层黄绿 蓝电子 就是他的那个 光 被 折射吗 被这个水珠 被这个水珠 折射 所以会出现那个 色 会有不同的色 那这个色彩呢 就是在哪里 他不是另外 另外 制造一个彩虹 他是 就是本来 在这个所有的光的集合当中 不同的波的折射 所出现的光谱吗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心里面 我们的心有没有作用 有 什么作用 所有的作用都有 执法界就在正念心 那六般神用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 在眼 就是叫做看 在耳 叫做听 眼耳鼻舌生意 就有六种作用 这六种作用呢 佛陀也是有眼耳鼻舌生意 有六种作用 佛陀也有眼睛 我也有眼睛啊 但是作用神不神 不神 我们是眼 金无神 所以 看人都看不清楚 有没有 看人就戴着有色眼镜 所以你看不清楚这个人 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有偏差 你喜欢这种人你就觉得哇他好有气质他应该是好人 是吗 有一些坏人也长得很帅 是不是也长得很美 那 因为你自己的好物你觉得 这个人长得像我爸 所以他应该是好人是吗 所以我们会 类比 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 经验跟知识 就像 上一次师傅有讲过去 在澳洲的时候有一次坐公车 一上公车呢 突然一个黑人就很高 就突然站起来 然后 大概190公分 然后他很壮 就站起来 害我吓一跳 就 反 反射性的退后一步 防御性的动作 虽然没什么用 可是马上就出来了 结果原来他是佛教徒 他跟我合掌 上座位给师傅 做 我说 我吓一跳我自己发现 原来我对人是有 恒见的 我看到这种 黑人 害怕 还有看到那个 毛很多 有点害怕 这个我不太认识 外国人 我也很害怕 要不认识 陌生人 也很害怕 昨天有一个小朋友 来 来 来到场 小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抱来了 可爱到见人就笑 我们都很开心 怎么现在三岁了 开始 怎样 看到我们就哭了 我就想说 我们有这么的 不受欢迎吗 为什么哭 爸爸跑进去 跑进去礼佛 他也说 然后 就要跑进去 那跑进去了之后回头一看到我们又站在他旁边 就说明明小时候对我们这么友善 为什么现在开始 那就后来发现原来 小孩子在这个阶段 陌生人他就很害怕 那他 就是人就是这样 我们的眼 对于所有的世界 他 收进来之后 人事物收进来我们的心 会有分别 会有意念 会有判断 接下来就开始启动什么 你的望 一念不觉 深山系 定界为园长六处 开始我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就继续喜欢 不喜欢的就继续讨厌 所以开始呢 到最后就夜戏苦 那就不神 不神是这样 出家的好处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他从 不神 现在要变成神 因为佛陀 叫我们 好好的用心嘛 善用其心 所以 你怎么善用呢 佛陀的教法里面 很好用的就是 你要怎么善用 在 华严经里面 教我们善用其心的方法就是 发愿嘛 当愿众生 看到好人 你就当愿众生 看到不好的人 当愿众生 丑陋的人 当愿众生 美丽的人 当愿众生 报恩之人 怎样 当愿众生 费恩之人呢 当愿众生 当我们能够让 每一个境界在 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 你的心 始终没有受影响 都在平等法界 而且用得很好 那你就是 怎样 就真的叫做善用其心 善用其心的功德是什么 他就讲 所有的功德都会成就 有没有 他修行没有障碍 乃至于成佛没有障碍 那这个修行方法呢 回到我们的 心里面 真的是 很好用 不管他 是你认识还是不认识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认识一个人 而对他充满了失望 因为跟 期待不一样 有没有 这叫偶像包袱 尤其是法师很有偶像包袱 因为大家觉得法师 很崇高 很伟大 不可以 体烦恼不可以有缺点 也不可以长得不好 困难 这个实在是 这个很困难 那 你说 那 人有没有缺点 有啊 乃至于 你连佛陀的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个也各有个性啊 对他们虽然是圣者 可是他们的个性可能不一定你喜欢啊 你只是因为没有跟他在一起嘛 要不然像社利佛 他为什么 他 为什么会跑去跟佛陀讲说 请你不要把罗侯罗编在跟我同一组 你看他连罗侯罗 他都想说不要编在一组 我不是讨厌他 但是因为呢 有人批评我不公平 我就不爽 就不想 我就不想要他编在我这边免得我被人家讲 很多人是这样啊 你现在要学 要建 建道场 大家要开始 分组 来分工合作 就开始有的人喜欢这一组 有的人不喜欢那一组 对 我要跟谁在一组 是你的念头太多 那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 发心吗 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 常住事吗 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 在练 善用起心吗 可是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圆满 所以我们的心就会偏满 我比较喜欢做我专长的事情 我不擅长的就最好 做起来就很辛苦 最好不要做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就是 要练什么 练 又般神用 因为如果 我们的心这么好用 为什么不要 说不定他真的很好用 这佛陀告诉我们很好用啊 神用 有没有 而且呢 用 后 即 等于 没有用 用而无用 什么意思 就是 打坐 就是完全就是 万元方下就是打坐 什么念头都没有也不会想我等一下要干嘛 我等一下上完 上完课我要做什么 你就是完全就是在当下 你明天要发生什么伟大的事情你今天还是可以吃饭睡觉 你明天要死的你今天还是可以吃饭睡觉你也不会报以报死最后一餐我要吃好一点 没有 你就是还是一个波 还是很平常的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叫做所做一半 好那 动的时候呢 就 万善元章 遇到谁 就是全心全意的诚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我分配到什么动作我全心全意的诚意的做这件事情 我遇到这个人我全心全意的诚意的跟他 相属 能不能这样 这个叫做神 这佛陀他为什么可以遇到所有的众生众生都被他射受 因为他就是 都是用真心才对应所有的 可是我们 我们社会化久的人啊 照着自己的分别心 我遇到 我自己 喜欢的这个很支持我的 大功德主 好一点 真真一点 用心一点 费尽心思 绞尽脑筋的 像 讲什么他才可以捐更多 有没有 那如果遇到那个 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样应该 很糟糕 看起来 没什么水准 说不定还会在这个地方破坏我造成的安宁 或者是呢 他会怎样 降低我们的 那个生活的品质 你的心呢就开始呢 就想要敷衍 赶快赶快 过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 让自己的心 很 自在 自如 的 用 然后呢 用完就等于没有用 通常用完就很疲劳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从早到晚呢 忙了 之后你到晚上你发现 你已经累到呢 筋疲力竭了 表示你在用的时候 你忘记 用而无用 空要不空 不空即空 没有守住这个心你就会起烦恼 起烦恼呢你就会花时间去解决烦恼 解决烦恼呢你就接下来就很疲劳 因为 你会 跟 烦恼相应的叫做城牢 跟 你的 亲近心相应的 叫做 极灭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用功 在心上怎么用功 你就每天 检查 你今天一整天忙下来 你是 很自在的 很轻松的 还是 越来越烦恼 越来越烦恼 然后呢就想着 明天我要去跟师傅请 我要写一封常常的请 温情病茂 是不是 你如果你的心是一直在想这件 要或不要 要或不要的话 你其实 你没有办法用功 好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期许 因为 因缘到现在 我们已经要 要 发行 出家了嘛 出家就是 做一天和尚 装一天宗 不管你可以出多久 我这一生 可能 活八十岁 那我现在 剩下不到十年 那我也是要在死之前做好出家人吧 即使你最后 明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当出家人的 你也是要 要把这一生做 做完嘛 是不是这样 那有的人说 啊 师傅我这个 以后呢 以后的事情 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要跑来问啊 说 那老了怎么办 你是老了再说嘛 你现在问 什么呢 谁知道你老了会怎样 我们都不知道地球那个时候还在不在呢 是不是 是世间不是 层出坏空吗 那 打仗会怎么样 打仗我也不知道会怎样 打得再说吧 是不是 那你要现在除粮 你要除粮 所有的 除粮很多消息啊 传来传去 造成你自己听的恐慌 即使你在战乱 就像居腦子上这样 那个年代 哦 大家都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还是修行啊 还是会有高僧啊 是不是 过去的 祖师大德已经告诉我们 你只要会用这念心 你什么时代你都 这些时代的 现象 是一个 硬而已 啊我们现在 要用电脑 修行人为什么要用电脑 电脑是工具 而不是电脑 叫做修行 网络 你在怎么修行 你还是要在当下 你不会因为你网络的资料很多 那个三藏十二部经随便你查 三藏十二部经的修行 就copy到你的 的头脑 他还是copy在电脑里面没有copy在你的头脑啊 你只是 拥有了 一部电脑 电脑里面什么都有 但是他不是你 有没有 是不是 哦 你即使拥有整个图书馆那也不是你啊 你拥有的还是这一念心 但是这念心什么都有啦 只是你没有去用他 真的可惜 什么都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外求呢 还要去羡慕别人有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 那个 叫可怜民者 佛陀 常常讲可怜民者 你只要看到佛陀在讲可怜民者的时候你要注意 因为佛陀很少 说众生可怜 他通常 都 都会讲到这个可怜民者 真的实在是太可怜 真的实在太可怜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说 佛陀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那个可怜人 我们为什么不要去做佛 然后要去学 可怜民者的 那一个被可怜的对象 所以这是 这个地方讲到这里 好那我们呢 那个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部分